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1日 今天这期视频聊一下 七国联合起来帮助台湾 打造台湾自己的潜艇仪式 我觉得这次台湾 民进党当局太牛逼了 老牛叉了 为什么 竟然集齐了七个小矮人 七个葫芦娃 力挺台湾 反制中国大陆压坝 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供给台湾武器 10月30号 有英国媒体曝光 Y1的国界国造最新的消息 说至少有多达七个国家的厂商和专业人士 正在协助台湾制造潜艇 台湾已经获得了一些 他们自己无法制造的重要子系统的进口许可 报道声称台北聘请到了 来自澳大利亚 韩国 印度 西班牙 加拿大 英国 美国等七国的工程师 技师人员 与海军退役军官 以高雄港为基地 向台海军与负责打造潜艇的台船公司提供了专业的建议 那么我注意到了这个国家的名单啊 参与这个国建国造计划 国家的名单 出现了什么澳大利亚 加拿大 英美 韩国 印度 澳大利亚 等等等等 说老实话 加拿大也好 澳大利亚也好 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这些我一点都不惊奇 不稀奇 因为他们都是安萨人 他们在全世界就要对中国围追堵截 为了自己的利益 地缘政治需要 所以他们这么干 不稀奇 一直以来都这么干的 要么就是给台湾秘密提供一些技术 要么就是提供 直接提供武器 而且说老实话 中国要制裁这些安萨人的公司企业 国家 他们都不怕 因为人家在中国没有业务啊 这些军事企业 什么波音啊 雷神啊 在中国根本没有业务 你没有办法制裁啊 当然 我非常好奇的是 竟然出现了 袋鼠 阿珊 棒子 还有西班牙 特别是这个西班牙 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西班牙中国没有得罪你吧 你自己还有这个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问题 结果你要支持台独 你不怕中国报复吗 为了赚一点小钱 赚钱不要命啊 当然这个里面没有出现日本德国和荷兰啊 我觉得 那么没有出现日本德国荷兰啊 因为这三个国家呢 在这个常规潜艇方面都是拥有深厚技术积累储备的 他们既然没有参与啊 可能是他们害怕得罪中国 荷兰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曾经给台湾出口过两艘的常规潜艇 但是当时呢就遭到了中国中共的严厉报复 当时立刻做出了召回大使 外交关系降级 撤走在荷兰投资 限制贸易的一系列报复 最终呢 荷兰当局立马跪地求饶 为了避免和中国大陆关系进一步恶化 他们甚至还在1984年与中国签订了协议 永远的不会再给台湾出口武器装备 那么德国呢 德国因为这个跟中国的经贸关系 而且德国人非常务实 所以他们不可能冒这个险 为了赚一点小钱得罪中国 这个没有好处啊 那么荷兰也是一样 那么虽然说英美参与其中啊 但是我觉得没鸟用 因为英国美国他们的注意力 还是集中在核潜艇上 而且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制造装备新的常规潜艇 那么这就意味着台湾如果获得英美的设计方案的话 那都是很早很早以前的非常落后的古老的方案 所以没鸟用啊 当然这个里面啊 袋鼠跟阿三完全就是打酱油 当我看到袋鼠和阿三要参与 帮助台湾建造他们的潜艇的时候 我忍不住笑了 真的 我这个人很严肃 我很少笑 但是澳大利亚跟阿三竟然让我很好笑 你知道澳大利亚他自己不能制造常规潜艇啊 他连这个常规潜艇都要法国咱们大法兰西帮他们建造 阿三呢 阿三的常规潜艇跟核动力都是要靠俄罗斯老毛子的帮助 阿三制造的研发的所有武器都是有问题的 什么阿穷坦克光辉LCA战斗机 这些都是经典的案例 说个笑话 阿三研制的坦克战斗机 有时候他们的技术人员维修的时候 修好以后竟然零部件多出来了 当然零部件多出来了还能飞 你就能看出来阿三的东西 根本就不靠谱 你能指望吗 你就不怕制造出来会沉下去吗 韩国棒子 当然韩国棒子已经紧急的否认了 清华台的人士在30号召开了记者会 否认了给台湾提供核潜艇的消息 韩国相对来说 他们如果能够给台湾提供技术的话应该会很多 因为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制造了德国的214常规潜艇 国产化的版本 你不要小瞧韩国 韩国在造船业还是很牛逼的 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否认了 所以这个已经成了一个罗森门了 我相信韩国人不敢 因为韩国任何执政党 左派右派都不会在明面上跟中国唱反调 因为他们有求于中国 他的体量跟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对抗 而且北边还有一个邻居 他的统一还要中国点头 韩国不可能得罪 中国 所以台湾基本上就是走的一个拼装车的流程 就说其他国家给他一些他自己需要的没有办法制造的子系统 然后他自己把控总体设计 把这些子系统拼在一起 那么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各个国家的产业标准和研发模式不一样 兼容就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一个大麻烦 非常棘手的问题 一句话概括就是 台湾制造了全世界最贵的杂牌拼装潜艇 能不能扶上来还是一个问题 当然民进党也是靠这个计划来A钱的 我觉得台湾人很可怜 被民进党骗了 民进党不是说了吗 国建国造 什么意思 就说台湾人要自己的技术 自己的技术人员打造自己的潜艇 结果搞来搞去 还是需要外国的帮助 外国的技术 万国制造 而且还这么贵 而且时间还要这么长 等到十年以后才能装备 森米早就组成熟饭了 大家都懂的 说不定武统已经结束了 你还搞个屁啊 根本就骗人啊 当然今天视频重点还是聊一下西班牙 西班牙竟然也参与过来啊 我们都知道西班牙非常非常弱啊 在这个欧洲根本就没有关注度啊 几乎没有存在感 而且他有一个致命弱点 就是加泰罗尼亚 我今天我想问一下西班牙 你们这些公司啊 可能这些公司没有经过西班牙国家的点头 就跟台湾有勾结 或者是他们经过西班牙政府的点头 反正不管了 你们这些人啊 企业胆子挺大的 为了赚钱 竟然不顾一切反对啊 你要知道中国只要支持你的加泰罗尼亚独立 就可以把你搞垮 中国都不需要出手了 你境内的这个加泰罗尼亚地区 而且还靠近法国 靠近法国的栏目 他历史上跟法国还是有一定纠葛的 受到法国影响 他以前就是一个独立的 自治的国家 他一直以来都是希望独立啊 摆脱西班牙的中央政府 另立国家 而且他还成功了 2014年公投 80.7%的人赞成完全脱离西班牙独立 投票率41.6% 2017年又做了第二次公投 92%的人赞成独立 投票率43% 结果呢 你西班牙把这个独立运动的主席 自治区政府的主席啊 卡莱斯普杰德门啊 给拘捕了 那么中国是不是可以在里面有操作空间呢 我是不是可以经援啊 这个加泰罗尼亚独立组织呢 把他们的这个自治区的主席 邀请到中国来演讲 来工作生活学习探讨经验呢 是不是可以恶心到 你这个西班牙呢 所以我老是搞不懂 这些人怎么怎么搞的 这个西方人怎么搞的 包括法莱西都是有自己的内部问题啊 柯西加岛还有布列塔尼亚 还有罗曼底这些地区都是有分裂 势力分裂倾向的 结果中国没有去惹你们 你们反而要来惹中国 恶心中国 所以中国中共的这个心态啊 就觉得我不去惹别人 别人一定不会来惹我 这个心态应该放弃了 我早在上一期视频我就聊到了 中共应该抛弃这个策略 积极的扶持人家的一些独立地区的领袖 意见领袖 给钱的给钱 给顾问的给顾问 不要怕惹到西方 因为西方就是凭拳头说话的 你把他们打服了 他们才会求饶啊 你老是行这个富人之人 这恐怕不行吧 你行了这么多年 西方有没有放低对你的这个仇视呢 没有啊 反而他们觉得你中国人懦弱 中国政府好欺负 更加有恃无恐了 今天西方牙参与这个国舰 台湾的国舰国造计划 中国是不是有反制措施呢 怎么去反制呢 该不该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呢 你要知道加泰罗尼亚如果独立的话 西班牙基本上完蛋了 你不要以为加泰罗尼亚面积不大 只有3.2万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760万 但是它是西班牙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啊 它GDP占到了西班牙五分之一啊 号称西班牙的钱袋子 巴塞罗那在哪里啊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啊 他每年这么高的GDP总量 2019年大概是2800亿元啊 超过了芬兰葡萄牙 葡萄牙 但是呢 他要给西班牙中央政府交税啊 承担了相当多的债务啊 大概是700亿欧元啊 直接交给西班牙政府 你凭什么加泰罗尼亚为什么要给钱给西班牙呢 所以他渴望在经济上摆脱西班牙 而且他历史上也不是属于西班牙的 他是一个自治的王国啊 是阿拉贡王国一部分啊 对吧 后来这个国王 他们的国王跟这个西班牙的一顿女王联姻 最后呢 并入了西班牙 最后逐渐的丧失了自己的自治权 而且西班牙非常压巴 压制加泰罗尼亚的独立意识 对吧 就要搞狗狗主义 所以 什么苏格兰也好 北爱尔兰也好 还有什么加泰罗尼亚 还有这个科西加岛 这些地方都是存在分离主义的 都是渴望自己民族能够独立的 中共为什么不能够去支持他们一下呢 今天他管理台湾 他在恶心里 就是故意的 那么你是不是要放下这个面子呢 搞他一下呢 你要知道如果加泰罗尼亚独立 势必诱发这个连锁反应 势必鼓舞欧洲其他国家的 这个独立地区的独立意识 那就天下大吉了 欧洲国家越分越细 越来越小 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 集中力量来平衡中国 围堵中国 这是不是一个很好建议呢 我希望中共那些高层 能够好好的 体会一下 想一下 是不是应该了 主动出击 不要怕 好吧 今天这一期视频就聊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